哈哈 回 回来 寶可梦剑盾真是太丑了 我玩寶可梦是没有什么野心的 我的目标就是全收集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跟你们说 我都说到四十集了 一个好看的寶可梦都没有见着 这是老头吗 我又不是富婆是要抓老头养啊 你是不是招式打嘛 对您好对方使出了让座这样吗 了了了了了 我去憨 走了走了 靠 这些鬼东西我抓了一个晚上了 抓得我昏昏欲睡了 多年未遇的失眠症差点就痊愈了 直到和我的小屁后进化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我靠天 太大 丑了吧 愣是给我丑精神了 说实话 我觉得剑盾这个游戏还可以 传统的宝可梦玩法依旧很有乐趣 每一代正统宝可梦也都算是踏着小飞步在前进的 这一座相较于上一座日月明显是进步了的 画面变好了 草丛里的宝可梦分开明雷暗雷友善多了 还加了一个开放世界 另外还有一个极巨化的新玩法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会在这个地方抖个什么机灵 嘿嘿 但就像我只是在这里播个片而已 极巨化的玩法基本上也就只是放大罢了 变大之后 血量和攻击都会上去了一些 可是真的没有必要啊 并不帅啊 还是Mega进化和Z招式比较帅吧 旷野地区是一片自由捕捉宝可梦的游乐场 地带内会变换各种天气 出现不同宝可梦的数量也非常的多 可以想抓多久就抓多久 我还是很喜欢的 但体验下来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碰到的宝可梦要么等级太低 要么等级太高还抓不了 以及像我开头的时候说过的 就算大部分都是明雷 也还是免不了 一不小心就踩着屎 相较于这两个明显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本作做的最好的是他的音乐 尤其是道馆的战斗音乐 变化多不强心 节奏好又耐听 堪称点赛 翻开增填顺低的维基百科 人家的title是 音乐家 得 这不巧了吗 怪不得剑盾的音乐深得我心 可以超越同行宝可梦和一起吃惊艳 一举夺得我最喜爱的三大剑盾改动 Top1 他最厉害的是 音乐一起 僵尸跳二段梯和太空步转体 都看起来活灵活现的 堪称起死回生 妙手回春 很多人在吐槽的这个二段梯 其实在我玩起来的感受是 完全没有影响到我的游戏体验的 事实上 这个动作 我还挺喜欢的 宝可梦剑盾充满瑕疵 不思进去 画面落后 甚至精灵都起丑无比 但这个游戏是真的不差的 如果它能够把最后这个宝可梦 丑的问题给解决的话 我现在一转头去吹它一通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些方便的小改进呀 画面稍微进步了一点呀 让剑盾非常适合新玩家来入坑 当然啦 这些前提是抛开对Game Freak 复杂的感情 宝可梦粉丝和宝可梦系列之间的关系 教会了我婚姻的真谛 超乎过来 还能理着呢 宝可梦玩家的要求 不 是心愿 无非就是好看一点嘛 能力强一点嘛 过分嘛 如果连这都做不到 下次能不能不要再犯了呢 宝可梦粉丝在Game Freak面前 似乎永远没有办法硬起来 偷偷过来 还能理咋呢 此前扬言 制作绝必断代 这七代长老们 现在也纷纷进上了八代 开罐可乐 叹口气 唉 还能理咋的 哼 我 我